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这一期的天下播放的学习当中 这一次我们会要进入RNN,也就是Recurrent Neonetwork 中文叫做循环神经网络 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课程吧 首先在进入我们的代码之前 就像CNN一样我们会有一个简短的介绍 我们的RNN到底是怎么样工作,怎么样运行的 那我们主要的这个介绍呢就主要是从我们这一个Google的这个tutorial里面介绍一下 再加上几个图片讲解一下 我们这期可能会囊括一下基本的RNN的结构 然后会讲一下一个比较常用在RNN的一个cell 就是一个细胞核,细胞这样的一个东西 C-E-L-L-cell 那这个cell呢它叫做LSTM LSTM呢叫做Long Short Term Memory 也就是让我们的RNN能够记住些东西 我们RNN基本的东西呢不在这边讲了 但是我会提一下它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只要你的数据呢是有顺序的 它是按照顺序排列的 那你就可以用RNN来解决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们的说话的这个顺序啊 你可以说你可以顺着记住你的电话号码 但是你不能倒着把它记出来吧 那这就是说这个电话号码的顺序呢 对于你记住这个电话号码呢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再比如说ABCD这样的排列顺序呢 你也知道怎么从ABCD这样子念出来 顺着念出来 但是你不知道它怎么倒着念出来 所以呢你要预测这种序列化 这种顺序化的数据呢 那RNN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我们来首先来说一下什么是RNN 大家知道我们之前讲过这个CNN CNN呢就是说在一张大的图片上面 它会有一个filter滤波器滤波调物图中 每一个位置进行过滤 那么我在过滤的时候呢用的是一个shield weights and bias 也就是说呢我在这个滤波器里面呢是 的参数呢是同样一个参数 为了减少我们参数的量嘛 它就是在滤波器里面用同样的参数 然后用这一个单独的同样参数的滤波器呢 少过整张图片 那我们的RNN呢 我给大家放一下回顾一下这个CNN 就是同一个滤波器 少过整个图片 总结出这个图片的一些精髓 然后再根据这个精髓呢 再经过一个滤波器 再少过这个精髓的图片 然后再次的总结出另外一个更为精髓的东西 那这个呢就叫做CNN 叫做卷积神经网络 那我们的RNN呢也是同样的效果 它只不过做的事情呢是在时间顺序上的 那这张图呢就说明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哈 这张图呢就说明了 我如果你用单独的神经网络呢 你可以把这一个当作一个单独的神经网络 这个呢是另外一个单独的神经网络 然后你有input嘛 x1到y1就是input and output 经过这一个单独的神经网络 你也可以有第二个神经网络 第三个第四个 但是如果啊 这一个x呢它是一系列的顺序呢 你想你想额就是预测出它按照这样的顺序 所以它的y会是什么样的呢 那你可能就要用到像CNN一样 用一个sealed weight 就是共享的滤波器 当作它的一个memory 就是它的一个内存 那也就是说我这些东西呢 这些东西呢全部可以总结成只有一个weight 也就是一个cell 我们可以在rn当中呢是叫做cell 它就是一个cell 那么我这一个cell呢少过第一个x1 我就print 我就这个预测y1 那么我还是用这个cell 然后这个cell呢 我少过x2的时候呢 我有一部分的memory 我有一部分的内存 是我把这个x1的记忆呢 有一部分内存存在我的大脑里面了 然后我在预测x2的时候呢 我就是提取了这一部分的内存 这一部分的记忆 然后这一部分记忆呢 加上新的一个input 就是一个新来的input 加上我的记忆总结一下 然后再把这两个combine一下 然后再输出另外一个y2 那y2呢它所经历的一个过程呢 就是说我们预测这个y2呢 它实际上考量的不是仅仅只有x1 它考量的还有上一步的这个x 而不是仅仅只有x2 它考量的还有上一步的这个x1 所以呢 它是一个combination 它是一个总结 对于x2x1的按顺序这样的一个总结 而不是单单的这一条线而已 那我们看一下 呃它这边总结出来的呢 就是说 呃这个呢就是整个一张rn的大概的样子 它的一个形状 那呃也就是说呢 我这边所有w呢都是同一个w 就像我们的cnn当中的同样一个滤波器 做滤波的作用一样 那呃在同样经过了x1234 经过同样一个sale的时候呢 它都会保留它这个input的这一个内存 就是记忆 那我有这个记忆以后呢 我再加上另外一个input 那我就可以再输出按照 就比如说x1234就是abcd这样子排序嘛 那我abcd完了以后 我要预测下面一个数字呢 我就要根据我前面有abcd这样的一个数 那我的下一个呢就是e abcdefg嘛 那就是e 它就是按这个顺序 按照这个这个顺序呢 就是你的memory 就是你的记忆 那你的记忆呢 你要predict 你要去预测下一个呢 你就要回顾一下之前我预测了哪些 我之前的记忆有哪些 然后加上我这一步的这个新的记忆点过来以后呢 我再输出到根据我以前的记忆 加上现在新的记忆 那我可以输出一个另外的output 那这个呢就是rn rn简单的来说呢 rn就是这样的一张图 你可以把它呃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onfort就是onroad的一个on 就是整个按照时间点你看这个是t-1的时间 这个是t这个t加1的时间这样慢慢来 然后我们每次输入以后它都会呃记录一下这个t-1 它这边呢叫做state 也就是现场或者什么state s-t-a-t-e state 那么就是我上一步的state 然后呃我在我在想要输出这一步的state的时候呢 那我就要考量到上一步的state和现在的这个input 再输出我上面这个output 那这个就是rn了 那如果你用简化的一张图呢 大家都会很常见这样的一张图 这样的就是一个rn简化的一张图 它的循环部分呢就是在这里 你有每一个时刻呢有不一样的这个xinput 然后你这个初始的state然后循环一下 然后你有第二个input过来了 你的state呢就是上一个state加上我这个wait 然后再output到我的新的output 那这个就是rn的一个基本结构 啊再来呢我们讲完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 我们讲一下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更加强大的结构 叫做long-term short-term memory 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用一般的rn sale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加这些东西的话呢 那就是呃那就是没有这个xx也没有这个xx 那就是单独的这条线而已 那我们long-term short-term memory 它为了解决那个一般的rn它的存在的问题 那问题呢就是grading vanishing和grading exploding 那也就是说我的这个grading descent 它是一个grading descent的过程嘛 啊梯度下降的过程 那我梯度下降的时候呢 因为rn它是一个很长 如果你的这个state呢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序列的话呢 它反向传递的时候它可能传不到最开始的这一个地方 或者是传到最开始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它就是explode了 因为怎么说 你因为比如说我的这个grading descent 它是一个 我的这个值呢它是一个小于1的数 那它反向传递的时候每一次都要乘以一个它自己 那那么就是说我小于1的数乘一个小于1的数 小于1这样子乘的话呢 它就是大家肯定知道 比如说0.9的n次方 那就还是趋向于0嘛 是吗 那如果我是1.1的n次方呢 那它就是趋向于无穷大了 那它就爆炸了 这叫做grading exploding 或者是grading vanishing 就是t度消失或者t度爆炸 这两个问题 那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嗯 他们就生成了一个 他们就想了一个新的方法叫做lstm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它就是在普通的rn的这个sale上面呢 做了一些手脚 比如说 我这一个 我会有一个 在我input的时候呢 我会有一个gate 他们叫做gate gate gate 那么gate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要不要考虑这一个input 在我的我要不要写入这个input 到我的memory里面呢 到我的内存里面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gate 这个gate呢 它也相当于就是一个metrics 也就是一个参数 w或者是b的这种参数 它也是可以被train的 也是可以被训练的 那么这个参数呢 它就是来控制我要不要记住当下这个点 然后呢 然后呢 这边也有一个gate 就是输出的时候呢 它也有个gate 我要不要读取我现在的这个memory呢 然后它还有一个gate 叫做forgetgate 那这个gate呢 就是说我要不要忘记我之前的这个memory呢 有了这三个gate呢 它联合起来以后呢 就是可以很好的控制我这个gradient vanishing 给大家举个例子 它就是呢 我rn呢 它是有记忆的是吧 那么我们把这个记忆呢 如果你看电视剧的话呢 就把这个记忆呢 当做一个主线剧情 那这就是我的记忆 我对于整个电视剧这一套的一个记忆主线剧情 那它还有呢 就叫做分线剧情 如果大家玩游戏的话 也知道主线和分线剧情 那主线剧情呢 是分线剧情慢慢的累加上来的 也就相当于我这一个 主线剧情往下面走 我分线剧情这边突然进来一个分线剧情 那么我要不要考虑这个分线剧情呢 它这个分线剧情 对我的主线剧情有没有影响呢 那它这个rightgate 就是说我要不要把这个分线剧情 考虑进我的主线剧情 比如说我这个是一个侦探小说的故事 那侦探小说我现在有一个主线剧情 我怀疑AB这两个嫌疑人 但是分线剧情突然跑进来说 这个有一个C 这个C呢 它也是可能 它也在这个剧这个剧里面呢 它犯了一件错误 那我要不要把这个C的这个错误呢 把它考虑到我的内存当中 我就想这个C呢 它这个错误能不能导致 能不能改变这个主线剧情 那么实际上告诉我们这个C呢 可能就是一个打酱油的人 那这个rightgate呢 它就是把它忽略掉 把这个分线剧情忽略掉 它不会写到我的主线剧情里面来 那我这个forgetgate 跟我们的主线分线剧情有什么关系呢 那就是说我现在分线剧情突然来了 那我要不要忘记 暂时忘记我的主线剧情 可能这个分线剧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嫌疑人 我现在非常怀疑这个嫌疑人C 那我这个 我选择暂时忘记一下我嫌疑人A和B 我现在只是想我嫌疑人C 到底犯了哪些错误 它是不是最有可能的嫌疑人 那这个forgetgate呢 就是我们忘不忘记这个主线剧情 那这个rightgate呢 输出的时候呢 rightgate呢 它就是说我现在输出的时候 要不要考虑很多东西 那这三个gate呢 就是我们整个LSTM的一个主线的主要的结构 那么说了这么多呢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运用到我们的代码了 下一刻呢 我们就要讲到在Tenderflow当中呢 如何用我们的这一个long time short term memory cell 用我们的这个cell呢 来写一个minst 就是以那个图片集的数据 作为我们要练习的数据 因为那个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头 那我们下次再说了 拜拜